早前有小學教師被教育局指有計劃地散播港獨信息而取消他的註冊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說不能夠被校園成為港獨歪風溫創 張建宗在網誌說教育局為教育把關實屬必要 保障學生利益是社會應有之義 確守專業是教師的責任 社會應該攜手令教育回歸教育,從拾正軌 絕對不能夠被校園成為港獨歪風和違法意識滋生的溫創 張建宗深信絕大部分教師持守專業 令學生成為負責任的良好公民和國民 為國家和社會的長市港安作出貢獻 另外,接下來星期三政府將發表資證報告 張建宗說政府正是積極籌備取消對沖強積金 並提出逐步增加勞工價和銀行家看齊 指定部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